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恩过来直接教训女孩说女孩不务正业 教导她要好好学习 之后他们就去上床睡觉去了 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真的招来了鬼 半夜小恩醒来的时候发现水龙头在滴水 跑过去一看原来是水池堵住了 于是就打算把筛子拔掉 可是他一拔就拔出来一把头发 然后地上突然出现了水 所有的水都从小恩的脚下进入了他的身体 之后从嘴里吐出了水 紧接着就是一阵尖叫 女主小智经常会做到一个梦 梦里有人告诉他忘掉所有的记忆 醒来以后看着女主很无奈的样子 看来他对于自己失忆的事情很苦恼 女主在一个游泳馆里游泳 这个时候小王来了 看起来他们两个人很熟 女主直接把小王推了下去 可没想到小王竟然不会游泳 他在军队里待了两年 现在回来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 而女主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记忆 他去看一个医生 女主希望找回自己丢失的记忆 医生说靠游泳可以放松身心 这样子或许能够回忆起一些东西 女主心脏也有些问题 她把自己丢失的记忆当作落在公交车上的一把伞 看完医生后她回到了家 女主打算出国 可母亲一个人在家里很可怜 看起来女主和母亲的关系不太好 女主想要在新的环境里找回自己的记忆 因为她现在居住的这个房子 对她来说是如此的陌生 所以她希望母亲放下 母亲也可以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母亲已经老了 只知道自己的女儿要离开自己 所以不答应女儿离开 女主晚上的时候做了噩梦 梦见有人和她玩捉迷藏 学校里的很多人都不和她玩 唯独一个头发很长的女孩 突然女主肩膀被拍了一下 然后她就惊醒了 女主又去游泳馆游泳 就在她洗完的时候 她看到里面有个小女孩在捉迷藏 等到她再次打开的时候 小女孩竟然不见了 女主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小王 小王还以为是她逗自己 女主这个时候碰上了自己的朋友小丽 她拿出了一张当时他们四个人的照片 还说姐姐好像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 可是现在她就死了 小丽问女主有没有看到奇怪的事 女主已经失忆了 根本就不知道 看着小丽那慌张的眼神 之后她就离开了 而女主也和小王去吃饭了 小丽有一个计划要忙 她今天感觉不太好 想要让同事帮自己做 可是同事因为要去约会 所以拒绝了她 小丽晚上一个人加班的时候 正在洗照片 却看到头发来找她了 最后她也死了 而另一边 女主正在和小王一一惜别 小王邀请女主去看个电影 女主也答应了 回到家之后 女主发现妈妈格外的热情 还给自己做了很多的饭 女主心里好像感觉到了温暖 之后女主就和小王去看电影了 女主在看电影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鬼 更可怕的是她居然在自己的前排 更恐怖的是她那滴着水的手 正朝着女主伸过来 幸亏身边有人 女主才没事 他们看完电影之后准备上课 这个时候警察过来了 原来是小丽已经死了 和之前小恩一样都是溺水死亡 女主赶紧去调研小丽 去了之后没想到 曾经的好朋友小珍有点激动 说着都是女主造成的 而女主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女主以前的记忆还没有找回来 后来女主回家翻看了高中同学路 专门找到了小恩家的地址 她希望可以通过小珍 找回属于自己的记忆 女主找到了小珍 想听小珍怎么说 结果从这里也没有得出什么线索 之后女主就去游泳 结果自己差点被人拖下水 她就去医院里找小美谈谈 小美说小鹰想要杀死他们 这个时候女主才得到了些许线索 后来女主看到一个小女孩倒提着洋娃娃 女主隐隐约约的好像想起了什么 小鹰很想和女主做朋友 可代价就是让小鹰代替小恩去考试 可见女主以前有多么的嚣张跋扈 女主又去了小鹰的家里 这个时候她才回忆起点点滴滴 原来她家里很穷 很多人都不和她玩 也只有小鹰和她在一起 可是女主有钱之后 竟不太想和小鹰做朋友 更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贫穷的过去 这个时候小王过来了 和女主坦诚的说了一些事 原来他俩认识 可小王并不知道女主朋友的事 他俩就去找小美 当他俩到达医院的时候 小美已经死了 想要解决这个事情 就必须找到小鹰 于是他们就去了一座山上 原来当初他们四个人和小鹰 一块去了那座山 女主故意把小鹰推到了水里 而其他的几个人 也把女主推到了水里 女主不会游泳 小鹰把女主救了上来 可女主最后没有帮小鹰 小鹰最后死了 其实从水里出来的是小鹰 小鹰只是被人当成了小智 小鹰最后放开了 直接割了自己的手腕 而小智也原谅了小鹰 好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